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五支 大家都在90mm鏡頭 經常聽到有人說 大油狗、肥狗、瘦狗 那這些是甚麼來的呢? 樣子是怎樣的呢? 是否真的很肥呢? 或者是否真的很瘦呢? 今次一次過和你介紹一下 這支就是肥狗 其實也不是很肥 我肥過去了 這支是比較細小一點的 例如去旅行 偶爾出去用 其實這支是很適合的 畫面的特質是比較柔潤 有些老鏡的感覺 這支是肥狗 這支是瘦狗 真的直不甩 挺瘦的 這支跟剛才那支肥狗 這支是比較銳利的 這支鏡頭 比較銳利的 旅行各方面都可以的 都不會很重 輕巧的 然後到大頭狗 這支大頭狗 它的光圈大了一級 是二光圈 剛剛那兩支都是2.8的 體積方面也比較大 這支鏡頭的特色 是有油畫般的散景 這就是它的特色 主題都是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是銳利一點點的 再來這支 都是屬於二光圈的鏡頭 這樣呢 二光圈沒錯 這支是 P-AS-Picture版本 即是AS-Picture之前的 這支的特色 就是過度 比較順滑 無論是光暗 或者是散景方面的 過度 都是很漂亮的 非常地氣氛 還有這支 這支是APO版本 它除了是APO之外 還是AS-Picture 出來的畫面 相對 其他之前的幾支 都是銳利的 顏色也是浪玉的 例如說 介紹了五支 其實每支都有自己的 特色 那我說哪支好 或者不好的 要視乎你的使用方式 以及你自己對 鏡頭的口味 喜歡哪些多些 有些喜歡 moody一點的 有些喜歡銳利一點的 那你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些 如果你說 可能短短的短片 講不到那麼多 那你想說 深入少少了解 那你可以來 我親自跟你講解 可以有相片 有些問題 你可以自己試 好 多謝各位